北京冬奥会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2006年都林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冰的选手张丹张浩 在意外受伤的情况之下依旧坚持比赛 获得了一枚双人滑的银牌 近日呢他们在北京再次携手踏上冰场 以一场精彩的冰上舞剧来迎接北京冬奥会 这部名为踏冰逐梦的原创冰上舞剧 是花样滑冰双人滑世界冠军张丹张浩 时隔十年之后再度携手 舞剧以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成长故事为核心 讲述了中国几代花滑人心怀祖国艰难求索 最终实现奥运梦想的故事 体现出来我们从这个少年时期 往来到青年时期一个过程 除了张丹张浩作为主角出演之外 这场冰上舞剧的演员中 有退役运动员 有接受了花滑专业训练的杂技演员 还有刚刚接触花滑运动的小朋友 张丹张浩希望通过这部舞剧 致敬奥运追梦人 献离北京冬奥会 通过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展现方式 然后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然后借冬奥会之光吧 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花样滑冰 然后也希望花样滑冰能走进大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